你只是看行李箱的啦 對 錯 我說我是顧行李箱的 蔡秘魯尾牙沒被揪 連續炒三四天 我問大家 這麼更小的事你好意思講 哪一天3Q 約潤熊委員去吃飯沒揪我 我摸摸鼻子假裝沒事去約卓冠婷嘛 對不對 然後我跟卓冠婷拍一招說 我們玩得也很好嘛 對不對這麼更小的事 蔡秘魯幹嘛跟大家講 有效果 他昨天是在做兩件事 第一個跟柯文哲講 你想把老娘甩了 不要忘記你所有資料都在老娘手上 對 他最懂柯文哲 從醫生時期 那些點點滴滴的傳聞 蔡秘魯全有 對 他來跟盧秀燕講 盧媽 不要再覺得我是民眾黨的人了 我連尾牙都沒被約 討拍 是不是 蔡秘魯是內行人 跟王玉川那種 單純被丟包的氣氛是不一樣的 蔡秘魯是內行人 那我們繼續往下想 博取同情 當蔡秘魯搞完這招的時候發生什麼事 台中尾牙場出現蔡秘魯 雖然名字寫錯 俠不掩瑜 而沒有寫中央委員蔡秘魯 然後柯文哲是把蔡秘魯拉到外面 稀稀疏疏疏講了十分鐘 對 來看一下照片 兩個人這樣子 還說未來台中的發展需要靠蔡秘魯多幫忙 談心 等一下到戶外私下交談 對不對 對 柯文哲Gate到了 蔡秘魯這人不能惹 高招 高招 以前在醫院那些屁事破事 寫第一次到船 我頭上腳兩下 我頭就掉下來了 對 那盧媽呢 最近是不是在船要給蔡秘魯市政顧問 台中有幾職的市政顧問 盧媽也Gate到了 所以這是高招 厲害喔 所以最懂得跟柯文哲相處的 是蔡秘魯 跟柯文哲這種人不用講情面 他把我拋棄對不對 我就高死你 對 柯文哲就回來了 趕快拉進來 可能又回民眾黨了 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把這一系列新聞 一次把它講完 是不是就看懂他們在玩什麼東西 對 對不對 那這樣搞下去 我反而對蔡秘魯的敬佩 有如滔滔江水綿延不絕 所以這樣看起來 民眾黨其實內部也是充滿了矛盾 到底要投誰都會 恐怕會跟巴西立委當中 他們自己的價值有所衝突 那現在就是說 尤錫坤說 在會前所拋出了這樣的一個訴求 呼應民眾黨 那其實他也說了 他要以院長中立的身分 所以這對於民眾黨是一種承諾嗎 不管怎麼樣解讀 這個對於你們綠營內部 是不是有人對於 尤錫坤的公開性 也有不同的意見 早上我們在開黨團會議的時候 我看今天賴副 就是我們總統當選人賴清德主席 到我們黨團 然後尤錫院長還有柯總召 蔡吉昌還有文燦都在 都到我們黨團裡面 早上在談的部分賴主席他談到的是在 我簡單講一下好了 賴主席來了就是說 跟你說這個社會進展都很快 所以以後的選舉裡面 你要比如說這個整個網路的 民進黨要去做一個加強 另外就是跟你講說 一定要去做一個團結 強化你的一個戰力 第三個就是民進黨的基本的一個價值 青年這樣的價值講完結束他就走掉了 接下來談的部分 其實我們確實是推出了 院長跟副院長的一個人選 可是在我們黨團會議裡面 倒沒有去談到說 余院長跟蔡吉昌副院長兩個人去提到說 用個人的一個身分去提出 這些做一個贊同 所以今天黨團裡面就有人去問我 我們早上有談到這一些嗎 有人表達說 我沒有贊成都有 你說有沒有很強烈 在黨團的群組裡面沒有很強烈 但是我相信私底下有人跟我講說 我一直認為說 這個是一個去拜會裡面 去拜會裡面 個人裡面本來就營造 營造比較好的一個氣氛 你說任何的改革的一個事項裡面 都不是什麼院長跟副院長來提出 只是說大家有志一同的話 在協商的時候 大家共同地通過 可是協商也都是黨團幹部 尤其是總召在做一個召集 所以這個我把它當成是一個 是這個要去拜會 所以你必須要有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氣氛 可是在我看來 我為什麼說民眾黨爽兩天以後 二一要他就會很痛苦 他真的不曉得要怎麼投 我也認為黃國昌叫他去投韓國瑜 不可能 你怎麼去忍受投完這個票很爽 說要教訓一下民進黨 然後投完以後馬上 你那個臉書 然後你這個社群裡面 馬上就去炸鍋 不太可能 你說再讓你怎麼樣的一個 就覺得說自己是多關鍵 可是問題是很關鍵代表你很重要 可是你要對這個社會有所交代的 所以在我看來說 你說到最後會誰勝出 以現在真的很難判斷 來 國棟哥 今天的游錫坤院長這封公開信 我第一個應該是要經過民進黨 黨主席賴清德看過同意 應該是這樣子 因為你不是黨主席 你不能大作主張的 你不能因為我是立法院長 我就是要改革國會 沒有那些事情 黨主席是什麼樣 剛剛瑞雄委員在講 他們討論的時候 沒有討論這幾項 為什麼突然會有一封這種信 同意那四項 所以我為什麼要嚴肅 管他們說 這四項如果給立法委員通過的話 那叫引證止渴 為什麼 人民關心的是 李萬宜來算的威婉 這些核心價值 政治核心價值的檢驗 他們到底是不是為國家 為人民在那裡工作 為公事在那裡操勞 如果不是的話 人民就覺得很奇怪 你們改國會改革 怎麼越改這些 你看有的權力越大 越改走路後越來越逢 到底是怎麼才有辦法處理 這很可怕 他這四項國會同意一改的話 第一件事情 對賴清德總統的 造成很大的困局 因為很多法案很多預算 送到立法院的時候 慘了 馬上就停在那裡不能動了 因為要經過黨團三個黨編 大家來協商 然後有這麼多的權力 人事同意錢 任何 他的錢人事同意錢 是到行政院長 還是到部會所長 到個委員會的委員長 努力委員會 對 這個都是很重要的 如果不行的話 那我們這個總統在那裡空轉了 空轉了 他要任用一個人 結果在立法院在那裡 拼火拼了 那怎麼辦 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不是每個立法委員都是 一些秉公為國家 為人民這樣的工作 如果這個權力再給他 這些改革這些權力再給他們的話 他私下做哪些事情 你真的能控制得了嗎 來 博位 我們看 當然這個柯文哲或是民主黨 有理想 想要檢討都很好 但問題是不是 說一套 做一套 那如果再對照 跟蔡壁如之間的關係 他所想要的所謂的溫度 這個溫度真的有辦法達到 還是說因為這個人有實力 可能怎麼樣 對他會怎麼樣 所以他才不得不有溫度 真心患覺醒 熱臉貼冷屁股 蔡壁如一身戎馬 為柯文哲 結果被丟到台中海線 去跟一個看起來很難選的贏的對手 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 選後的票數就差臨門一角 就差主帥出征 就差民眾黨再多給一點資源 對他來講 盧秀苑是沒有要幫忙他的義務 但是柯文哲去台中海線的次數多嗎 還是各顧各的自己選自己的 這個盧人飲水 點滴在心頭 蔡壁如在這次台中海線的選完 增加了他個人的聲勢 增加了他選舉的經驗 但是也增加了他對柯文哲的疙瘩 他是否也曾經想過 我不一定要在忌人篱下 我也可以小草長成大樹 這個是野餘 因為小草不會長成大樹 講柯文哲 柯文哲在講五五這個計畫 意思就是年輕人要去說服長輩 有人說是慫恿 有人說是勤勒 不管你用什麼樣的名詞 意思就是年輕人跟家人多聊天 我支持 但是不是柯文哲那一種 而是互相知道對方在想什麼 我這裡要講一下賴清德的例子 全台灣我很多人掃菜市場 台灣最會掃菜市場的兩個人 一個叫賴清德 一個叫莊瑞雄 莊瑞雄就是有辦法人家在煮菜 跑去拿人家的湯匙 人家在炸雞排 炸什麼排骨 他就跑去幫人家倒擠 所以莊瑞雄的競選影片 就是一直都在菜市場各個角落出現 不知道以為整條街的餐廳 都是他家開的 賴清德掃菜市場多厲害 我記得我在選的時候 我們走進菜市場 我是真的 我就菜鳥嘛 我就第二次選舉 第一次選議員嘛 那第一次又純打空戰的情況下 地面行程不多 到去台中海線選的時候 然後我們去到那邊選的時候 欸 猛然一看 哇 好多地方行程 廟口行程 市場行程 那有一次邀到當時賴清德副總統候選人 來到我們菜市場 他就隨手捏了一塊芭樂 咬了一塊 那這芭樂你是把人擱的 還是自己贈的 那你這芭樂的圖是黑圖 還是什麼圖 那現在賣多少 然後我說來 這台我要收 真辛苦感謝你 其實也沒多少錢幾百塊而已 我跟你講那個阿伯如果聽到 一定一輩子都投給他 見鬼了比我還了解是怎麼回事 比我中的人 比我賣的人 都還要了解芭樂的行情 然後接下來當然在路上 因為他有知名度 他是副總統候選人 過去行政院長 台南市長 賴神嘛 所以有很多人來跟他拍照 那個時候大家都跟他拍照 我在選啊 大家都跟賴清德拍照 我也是看不見了 那後來呢 我變背景 那後來賴副 當時賴副現在賴總統 他就跑來跟我講說 我說為什麼這些阿伯阿伯婆婆媽媽 還有這個叔叔伯伯都這麼喜歡你 他說不會啊 他們也年輕過 他們在拼的時候 他們在年輕的時候 就是我在拼的時候 他們是一路見證著民進黨長大過來的 這是一輩子的情感 所以在這麼多人對你期待的責任之下 你不能做錯 你不能走歪 所以當柯文哲要大家舞伎話 支持趕快回去跟你爸媽聊 趕快回去聊 當他們很鐵的支持國民黨的時候 問他為什麼 很鐵支持民進黨的時候 問他為什麼 到時候看是誰改變誰 誰說服誰 對 所以不是民眾黨那種舞伎話 就回去 你阿嬤 你投給民眾黨 你知道的 民進黨的貪污 都亂來 要投給柯文哲 柯伯伯最棒了 你知道最誇張的是什麼嗎 民眾黨有一種言論是這樣子 內部言論他說 如果60歲以上的人都離開了 阿伯就可以當總統了 如果60歲以上的人都離開 阿伯都離開了 是在講什麼東西 去脈絡化 對台灣民主發展過程不理解 單純的因為造神偶像去追隨柯文哲 或許透過這個計畫 剛剛好回去跟你的爸爸媽媽問問看 你為什麼支持宋楚瑜 你為什麼支持陳水扁 你為什麼支持連戰 而馬英九 而這些故事 你都可以放在心上 拿來跟柯文哲比較也好 拿來去了解 更認識你的爸爸媽媽都好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我認為是一個家庭溝通計畫 對我自己而言 我也是 其實坦白講 也是非常晚 非常晚才加入政治 我不是什麼大學社運 或是社團出來的 對 但是對我來講 一個故事好看的地方 不是這一集好不好看 不是這一季好不好看 而是從第一集到現在的撲牌 台灣民主化的過程 其實就是民進黨從黨外一路到現在的過程 從一席都沒有 到掛五黨殘選 到白色恐怖二條一 刑法一百條 一直到現在全面執政 然後到現在又嘲笑也大了 它的整個過程 其實就是台灣人本土化 在中華民國本土化 以及台灣爭取民主 爭取進步的過程 你如果了解了這段歷史 民進黨它存在著 不可不民主的DNA 存在著言論百分百自由的DNA 所以這是為什麼支持綠營的人 他願意在他繁忙的日常工作之外 他只要選舉到的時候 他會反射性的投票演民進黨 因為這是讓他們最安心的政黨 而這也是這些年輕人 現在還不知道的事情 不知道那就去跟爸爸媽媽講吧 支持柯文哲 五五計畫 聊一聊之後 說不定你就會討厭柯文哲